第九集 入音合成 宋铁民 郭玉芝 主题歌作词 陈汉元 主题歌作曲 傅林 演唱 陶杰 赵京 监制 张克忠 丛林 顾问 常树亭 李克勤 郭继 总监制 陈碰辉 导演 郭迎龙 王波 那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 那是咱百姓流的血河泪 人有骨头 龙有骨筋 总是有脸 数有皮 韩四门 春天大气 下昏昏 马火的 刀发 吹哀扬流 赞人的老天 整个高地 好 超正来了 畜生 不得无理 多透息怒 这畜生太无道理 还望看在小人的面上 请回吧 小人也知这丝胡闹 不与他一般见识 又烦恼朝天王空跑一趟 小人实在过意不去 好 朝兄 小弟功务在身 就此告辞 多谢 都偷大量 保证 此人是谁啊 江湖上的好汉 姓刘明长 绰号赤发鬼 刘棠 过来认识一下 这是江湖人称 智多兴的吴佑 吴先生 见过吴先生 刘兄果然不凡 幸会 幸会 刘棠说 北京大明府的梁中书 差人为他丈人蔡太师 送去生真纲 这番人党必从这里经过 此算不义之才 不能换过 我正想找先生商议 小生正为此事而来 这件事好是好 只是一件 人多做不得 人少又做不得 朝天王装刻再多 一个也用不得 须有七八个好汉即可 此等大事 还望先生筹划 待我想一想 哦 有了 先生请讲 我想起三个人来 都是一胆包身 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 同生同死的好汉 哦 这三位是怎样的好汉 姓神名随 在哪里居住 是第九三人 驻集到梁山坡边十介村 本身姓阮 第九三人 一个叫做 立地太岁阮小二 一个换作 短命二郎阮小五 一个叫做 活颜罗阮小七 小生旧日在那里住了数年 与他们交情甚好 若得此三人 大事必成 我也曾听说 阮氏三雄的名字 只是这截取生辰纲 乃是通天的大事 不知肯否前来啊 阮氏兄弟 向以打鱼为生 多受官府欺诈 不愤之心 早已如梗在后 见于小生 私交甚好 只凭小生一句话 不会不来 如此深厚 一切全凭 心肾调签 杨吉祥 天太热了 我们在林子里歇会儿吧 大胆的畜生 谁让你这么叫我 赶紧走 打个屁打的拐 就不得了了 可不是吗 早不走 晚不走 现在大赏红头走 想晒死我们呢 前面的不许多呢 赶紧走过这片林子 哎呀 我不行了 我现在不能走了 为何停下 走 快走 快走 谁再敢放赖 谁叫他吃俺二十军盾 快走 快走 七霞 我们挑的是百世纪重的担子 不必你空着手走啊 就是 你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 还不让我们说话 多嘴的畜生 我让你们说 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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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下 你就是把我打死 我也不走了 我不走了 不走了 快走 快起来 不走了 我不走了 就不走了 哎呀我不走了 提下啊 别难为他们了 天太热 我看 他们也是实在走不动 老都管 你不知道 这儿 可是强人出没的地方 这儿叫黄泥干 光天化日之下 就有抢劫的 谁敢在这儿歇脚啊 哎呀 我听你说了好几遍了 竟打大话吓唬人 我看 还是让他们先歇歇 上过了中午 再走不迟 老都管 万万使不得 这儿方圆击败里没有人家 地是血药 千万不能再次泄气 杨志 我不听这些 出了事 我担待 别以为梁中书台记女做了提侠就不得了了 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工时 门下官军 没有一个敢不听我的 这 老都管 您是贵人 生长在相府 哪里知道这路途上的千辛万苦 四川梁广 我都去过 也不曾见过你这般卖弄 现在不比太平时节 你 你说这话 可是犯了欺君之罪 如今天下哪里不太平 你说 哪里不太平 不好 有人 怎么样 我说什么来 大胆狂徒 哪里走 你们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我先问你们 我们是小本经营的买卖人 赵氏饶命 赵氏饶命 我们真的没钱给你 难道 我就有钱给你们 赵氏 请问 你到底是什么人 也是买卖人 你们从哪里来 我们弟兄七个 都是豪州人 贩卖枣子到东京 正巧打此路过 听人说 这皇帝刚傻 经常有贼人打劫过往客山 可来的皇帝刚傻 正赶上这大月天 暴晒男人 就在这林子里歇息 听得刚傻来人 我们是以为强盗来了 就派了一个兄弟 前来打看 哦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你们是强盗呢 误会 误会 客官 都是行动人 给你们几个早吃 接接口 不必 好好 原来是几个早饭子 提醒 不是常说有贼吗 我看咱们还是快跑吧 快跑了 笑什么 没事就好 你们先接着 等天凉了再走 哎呀 看上去 哎呀 哎呀 很幸福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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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四伙说 天一何妙大苦将啊 奴夫心里如汤珠啊 路上那个忘孙霸山摇啊 哎 汉子 你同里装了什么东西啊 上等的好酒啊 往哪挑了 啊 挑到港下的村子去卖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买酒喝呀 你们好大的胆子 没有我的话 谁敢胡乱买酒吃 哎呀 哎 我们自己凑前买酒 又不误你的话 你凭什么打人啊 你凭什么打人啊 你凭什么打人 知道什么 有多少好汉 因为吃酒 才被蒙汉药麻烦了 啊 哈哈 没见过你这样的客观 早知道你这样啊 说啥也不卖给你们 哎 哎 挑酒的 别走了 别走别走 卖吧 酒卖我们一桶吧 一桶 你们在闹什么 他们要买酒吃 我不想卖 可这位客观倒说 我这酒里有什么蒙汉药 你说这可笑不可笑 我们以为遇到强盗了呢 客观说一声不要紧 来来来 买给我们吧 他们一心害怕 我们不怕 对对对 我们不怕 不卖 卖给我们吧 不卖 卖吧 你这鸟汉子 你太不懂事了 我们又没说你 你反正要到村子里去卖 我们又不少钱给你 你还少跑一点路吗 就是 卖吧 卖吧 可快 可快了 来来来 卖给我们吧 好 就卖给你们 再来一块 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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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我来 哎呀 好久了 好久了 兄弟们 喝一桶就行了 我们还要赶路呢 行啊 听大哥的 行啊 听大哥的 走走走 汉子 这桶酒 给你多少钱啊 我也不跟你们 讲价了 五罐钱一桶 十罐钱一袋 这多便宜啊 好 就给你五罐 弟兄们 我们走吧 走 走 走 我也该走了 哎 汉子 别走啊 不走 干什么 你们也又不买 哎 你等等啊 你等等啊 老都管啊 嗯 你给我们说说情 那卖枣的都吃一桶了 我们也买一桶吧 兄弟们热得难受啊 这荒地缸是又没水 喝完酒 哎 扔上嗓子也好啊 是 是 老都管 嗯 嗓子都冒烟了 我试试吧 提晓 嗯 兄弟们都受了不少苦 这还有一桶酒 我看没什么事 就让他们买了吧 啊 哎 好吧 既然你老说了 就让他们买吧 哎 不过 吃完了酒 咱们马上的赶路 嗯 行 行 不卖不卖 我这酒里有蒙汗呀 嘿 大哥 我没说呢 卖点卖点 我给你钱 我给你钱呢 哎 行啊 看你们几个也够可怜的了 就卖给你们这一桶 哎呀 好嘞 来来来喝酒 哎 老都管 你先喝 嗯 好 我喝 杨大人 你请喝 我不喝 你们喝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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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吉祥 你也累了 就喝一口解解罚吧 啊 谢老毒官 老毒官 嗯 路上多有得罪 还望海寒 哈哈 没什么 没什么 喝吧 好嘞 我也该走了 哎 多谢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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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烈日 燕燕 那个碎火熟 天也喝苗半苦酒 对 从不心里 若他主啊 赫山那个王孙 阿太阳 你看 倒了一个 倒 倒 又倒一个 再倒一个 你 再倒一个吧 你们 快 快把枣子掀下来 东西放在车上 好 大哥 都放好了 好 走 梁中书的十万罐生辰纲 就这样被朝盖无用等人给劫走了 杨志眼睁睁地看着众好汉扬长而去 不觉叫苦不迭 都是你们 灵累了撒家 叫我回去怎么见梁中书啊 如今 真害得很有家难奔 有国难逃啊 哈哈哈哈 你们这帮畜生 都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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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好酒 哈哈哈哈 真是好酒啊 好酒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生辰纲啊 哈哈 什么 丢了生辰纲 你 你们还有脸来见我 累人 是 都给我拿下 是 大人 这不关我们的事 都是那杨志干的 我们走到荒泥缸 天气太热 就在林子里歇歇 谁想到杨志和七个贼人沟通好了 假扮麦倒的客商 用蒙汗药麻烦了我们 就 就劫揍了生辰纲 两句 哎 你这个贼佩俊 这个犯罪的囚徒 我本想抬举你成人 可万万没想到你 我若拿下你是 不把你碎尸万段 难经我心头之恨 就是大人 都愿的肥肥俊 哎呀 你们你们你们都给我退下 退下 老主管 大人 快派人连夜奔往东京 速速禀报太师 捉拿药犯 登陵 啊 是夫君回来了 你先请坐 我这就给你倒茶去 夫君 请喝茶 不喝 夫君在外面做事一定辛苦 想必是饿了 我这就给你端饭来 哎 不吃 你这是怎么了 有什么仇事 是你查不撕 犯不想 别提了 前日里 七个贼人 扮作早贩子 在黄泥缸 劫走了蔡太师的生辰缸 竟动了朝廷 太守委派我来查办 至今未曾捕获 仅让蔡太师 又派人来催办 献我十日之内捉到贼人 若捉不到 我何逃小命休矣 啊 这这如何是好啊 哟 哥哥正在家 这回可有酒喝了 你来干什么 赌完了钱 跑这吃饭 你 好 我走 就当没你这哥哥 兄弟 别走 夫君 请到礼物写信 兄弟请坐 嫂子 我哥他也太欺负人了 我何情再不济 也好歹是他亲兄弟 他这是干什么呀 兄弟 你不知道 你哥心里犯着急呢 他有什么可急的 身为三都鸡不使臣 要钱有钱 要米有米 想福还想不过来呢 兄弟 你是不知道啊 黄泥缸上 有人劫走了生辰缸 现在太师有令 要十日内捉到贼人 押解东京 可眼下 一点招论都没有 他能不急吗 哦 是什么样的人给劫走的 听说 是七个早饭子 给劫走的 嘿 嘿 这不简单了 知道是早饭子 赶紧派人去抓不就结了 你说的痛快 上哪去抓呀 抓这会小贼 还有什么难处 这 我没兄弟知道 他们是哪路的贼人 嫂子 你叫我哥不用担心 等到关键时候 不还有兄弟吗 兄弟 听你的话 你真的知道这会贼人是谁 我哪知道 我是和嫂子开玩笑呢 兄弟 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好兄弟 看在父母面上 你就救救你哥哥吧 嫂子 您别急 到了不行的时候 我自然会出面帮哥哥捉拿这帮小贼的 哎呀兄弟 快别难为哥哥了 平日里 哥哥对你不保 快告诉我 这伙贼人在哪儿 都在我的便袋里 怎么会在你便袋里 哥哥 你看 这不都在上面吗 兄弟 快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瞒哥哥说 我前日赌博 书的一文不胜 就替人家客店去抄账 六月初三那天 有七个早贩子 推出七辆江州小车来投诉 我认识微投的一个客人 是东西村的朝保证 可是 他却写着兴礼 从郝州来 我就有些疑心 第二天 他们就走了 我回家的路上 又遇上了白日暑白胜 挑两个桶 向黄泥缸方向而去 后来 我听说黄泥缸上一伙 泛倒的人 用蒙寒药把人麻翻了 截走了生辰缸 我一想 不是朝保证那伙人 还能有谁 现在 只要你抓住白胜 一问便知 何涛听了弟弟一番话 立即让何清到周牙面见太守 连夜捉拿白胜 又亲自到运城县捉拿朝盖等人 何涛唯恐走路了消息 便直带两人 星夜奔往运城 好 那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啊 那是大百姓流的雪和泪 人有骨头 龙有鲸 装饰有脸 树有皮 汉子们 车距大气 沙温温画画地 刀花 吹呀呀流 转转的老天整个高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水浒》第九集 剧中人杨志由王瑞妍扮演 老都管由田苗扮演 刘唐由杜玉璇扮演 吴庸由李山扮演 白胜由发斌扮演 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永国陈冰小光大伟王杰等 有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 中外合资哈尔滨万龙国际药烟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那河儒品厂 哈尔滨铁道建筑安装总公司联合录制 刀吧 吹呀洋流 再跟着老天整个高低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